請問今早議會議會說旅行社今天可以開徵 今天可以開徵5.1%的印花費 想問為何會有這個做法 這個印花費的開徵其實一直以來都有 應該做了二、三十年 有關的做法以往的旅行社或者旅行業議會的理解 是由旅行社包埋在团廢那裏 但是最近我們在處理旅行業條例草案的時候 就有業界問這個費用是旅行社要負責給 旅行業賠償基金和旅行業議會平時日常運作開支 但是怎樣收那裏好像不是很明確是旅行社是否一定負責 所以就這個問題我們就跟政府就有關這樣的新聞 提出一個希望政府解釋 政府看有關的條例就發覺 條例就是要求旅行社負責給賠償基金和旅行業議會作為徵費 但是怎樣收這個問題上是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所以旅議會就在民政府最後出來的結果 都是承認就是說怎樣收由旅行社自己決定 這次有關的決定只不過是 就是將原來那個有關的條例再清晰給公眾知道和旅行社知道 所以現在的做法就是旅行社本身是可以按照以往的慣例 就向旅客收團費的時候 去包含有關的這個基金徵費 他就負責繳交給有關部門就行了 但是他也可以作為一個單列的費用 向旅客徵收有關0.15的徵費 這個就由旅行社自己決定就可以了 同以往大家理解上是有這方面的差異 議員 但會怎樣跟這些客人說清楚 說會有這個收費呢 就等於我們以往很多的團費裏面 包括不同的稅項包括機場建設費 那如果旅行社要收取的話 就要在那個有關的費用那裏 要列明這方面的開支成本 譬如說你是一千元的團費 你就要講清楚有一個半人錢 是向旅客徵收這個印花的徵費 那這個要跟旅客講清楚才行 那當然如果他說我包含了 那這個你就不需要單列 那這個就是在做的過程中 由每間旅行社決定 那當然旅客本身呢 他在當發覺有這個問題的時候呢 他覺得對他不公道 或者他不接受這個做法 他去選擇其他旅行社 因為這個做法是每間旅行社都不同的 有些旅行社是包含在團費 有些旅行社呢 他不一定按照慣例的做法 他向旅客徵收 那樣做法都是可以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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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